這個是特備節目 現在這個預告 我就會做一個詳細的分析 但是我先講這個結論 結論就是 因為金價和樓價近期會有一個升勢的 今年先升了 樓價會升的 原因就是大陸發了萬億的貨幣出來 因為逢貨幣一供應出來 你不要理會是人民幣還是什麼 他印出來之後 他會經過正常的找換 找換完 可以轉成美金 轉成加幣 大陸人說不是把錢轉走 但是你做生意是可以的 我買一批貨 然後拿錢去找數 怎樣怎樣 是緩慢了 但是始終錢都是流動到的 所以這一期 我覺得加拿大的房子都會升了一些 詳細我要再搜集多些數據 去支持我的說法 現在就發佈了出來 再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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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次見